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 花莲县文化局21号主办了 花莲博物馆日活动 除了馆外有十多个摊位 齐聚四级DIY活动 以及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外 石雕馆内还举办了 邀集多位声乐家齐聚的 领略声音之美的音乐会 同时配合玫瑰石的特载 要带领民众沉浸在 艺文音乐的饗宴当中 看玫瑰石还能听声乐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 花莲县文化局21日举办花莲博物馆日 石雕馆首开先例的邀请多位声乐家齐聚 带来领略声音之美音乐会 配合正在举办的玫瑰石特展 邀请民众沉浸在博物馆音乐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因为去年少的以后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在中、南、东、东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多一点点歌唱方面的音乐 我就介绍给大家 因为这个音乐没有自己的配合 所以我们就争取到 所以在东部呢 我们也请花莲的老师 也请台中的老师 所以进行这是第一次 然后跟同化我们160厂业 第一代60厂业 我非常感谢他 因为这个是我们160厂以来 最壮观、最美丽、最优秀的一个场景 然后用好的音乐家、用好的设备 馆内精彩、馆外也热闹 现场也邀请在地十多个摊位的小试集以及DIY活动等 并配合图书馆推广阅读活动 期盼在疫情笼罩之际 邀请乡亲再次感受博物馆的文化价值 记者讲帮演好理事报导